再接下来我想要去做比较文件 比较文件 通常像我现在这一份文件 这一份文件 我把它另存一下好了 档案另存 然后我就叫做 一样放在下载里面 这个 2018-1002 好我放这个档案 请问一下我这边是不是有两个档案了 我通常是这样子 假设我写好的一份文件 然后呢 我寄信寄给老师看 好寄给我的指导教授 请他帮我看这篇文章 然后他可能会直接改 那你会奢望说他握得很强吗 他会用什么 叫做 追踪收拾 不可能的主管 不可能那么会使用握的文件 这个时候呢 他就直接改了 他会认为说 那这还是好的 这还是好的教授 不好教授 他就说 拿回去重新写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说 还有一种更不好教授 就是连看都不看 然后就说 信件淹没在那个大海中 听得懂吗 就是说假设你等了三天 结果他都还没有帮你看 好也会有这种教授 可是我的教授 他就会帮我看 可是我总要知道 他改什么地方 因为甚至我不懂 那个逻辑性的时候 我就会去问他 老师这边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让我知道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改 好 尤其是当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 那我想文件来来晚版 这是很正常的 好要修第一版 第二版到第十版 这都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智慧的累积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会在版本变更前 我就会先去比较一下 哪些地方是老师修改的地方 好 所以刚刚这两份文件 其实我是后来有插入图片 做一些讲解 那我们来就做一下比较文件 我先以这一份文件为主 这是原版的文件 这是原版的文件 然后也没有做封面页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叫做教阅 教阅 我先把这个功能 不要折叠起来 教阅底下有一个比较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就指点比较 然后这个时候呢 原始文件是不是现在这一份 现在 现在的这一份 好 或者是 我 我透过浏览 重新去叫出来 下载里面的 这一份 开始 然后修订的文件 修订文件 这就是标准的那个文件 然后接下来修订文件这边 我想要把它换成 透过浏览 修改日期 然后找这一个 找这个 然后开启 反正就是两份文件 两份文件 然后比较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点确定 然后接下来 你看 第一个最大最大的改变 有看到吗 第一个 它就会说 这个封面页 有一份文件有封面页 有一份文件没有封面页 好 那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来去看 这代表说这边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再往下 那也许我们想要去看哪八笔 它这边是不是写了八个修改地方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 第二个 我后来是不是有告诉各位 就是说插入表格 就是文字可以转换为表格 接下来我刚刚是不是又教你 就是说 那个格式化表格 然后字形大小修改 然后第一页 页首不同 因为第一页是后来增加的 接下来有封面 然后大概就这些 可以知道这个比较文件的重点吗 或者是我这样子 我把这一份文件 我把这一份文件哦 这一份文件我刚才开的嘛 然后我刻意把小美 哦 改成小名好了 可以吗 然后这个地方我输入一二三 可以哦 然后把它另存 档案另存 然后叫做二好了 二 好了 那一样 我就去做那个比较文件 教育底下的比较 比较 然后接下来 透过浏览来去找到 这个原本这一份文件开启 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去找到二 然后直接让它去比 你就会发现 就一个地方改变 这个美变成名 我们就点这个地方 有没有 有一份文件它叫小美 有一份文件它叫小美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一二三 就是某一份文件 插入一个一二三 这份文件 假设我现在点一下 因为还是在这一页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应该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一二三 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二三 就这样 大概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比较文件 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至少 至少你不用肉眼 不需要真的 真的 因为你会说文件是我自己写的 我应该很清楚知道 哪里有被修改 哪里没被修改 问题是 假设你是成类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想这一个工具 可以快速帮我们知道 哪个地方是修改 哪个地方没有做修改 好 它这边比 这是两份文件 这边是比较的文件 所以这边它会有写一个红色 来去标记 这就是追踪修定 好 那我就关掉了 好